Diagram shows two identical aquariums in the shape of cube Cube的话呢,就是说它的长、宽跟高都是一样的 然后过后呢,它说它是2% filled with water 然后the total volume of water in the two aquariums is 4500 Find the value of x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,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那个Volume,两个Volume是 4500 所以我的一个的Volume呢,是 4500除以2 OK,所以它是2250cm³ 所以在这一边呢,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它是2250cm³ 是一个的 OK,我们现在有两个嘛 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个只是一个这样 它是2250 OK,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一个是2250cm³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啦 这样,就是说一个的Volume是2250cm³ OK,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其实是2% filled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那个Volume of Cube的2%是2250cm³ 所以我的Volume of Cube呢,会是等于2250x3除2 我把我3乘上去,2除下来 它这个3翻过去,2除下来 所以我的2250x3除2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3375 所以这个会是等于 那个3375,3375cm³ OK,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边,我想象这个Cube它的长宽高都是Y 所以Volume of Cube是Y的3次方 Y乘Y乘Y,Y的3次方 会是等于3375 所以我的Y呢,会是等于3375的CubeRoot 所以我在计算机这一边按 我的这个CubeRoot of 3375 我拿到的是15 所以我拿到15之后呢 这样我的X呢,其实是它的三分之二 OK 然后所以它答案是10cm 就是这样来的 OK 好 然后你要检查答案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 就是说这一个是15 然后这一边也是15 这边也是15 然后所以我的Volume的会是等于两个15乘15乘10 所以这一个是10嘛 刚刚我讲到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2乘15乘15乘10 然后拿到的是450 4500 Cmq 跟这个 4500 CMq 是一样的 O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